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2011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南双半决赛的第二场 三届世锦赛冠军和丹麦的名将盖德进行决胜局的比赛情况 在第一场半决赛里边 马来西亚的头号种子李宗伟是胜了未冕冠军陈金率先进入决赛 美冠军orman 结束了第二场 高纳 城正步 机会 盖德加速上网之后 还是滑板推林丹的正手底线 抓林丹的正手空档 造成林丹一个回球不到位 造成林丹的正手空档 这是一个突击机会 太靠后了 由于是机会球呢 也打得比较下手比较狠 那球还是林丹上一拍的正手平高球对角线 打得盖德比较被动 利用一个反拍来过渡 这个回球的质量不太好 而且自己也没有充足的时间 回味防守 就会开始了 好 最后大约的声音 最后大约的声音 都会准备同时 好 最后大约的声音 入了 好 最后大约的声音 盖德现在的杀球威胁 比起林丹李宗伟来还是要差一些 他杀球的那一下 爆发力的集中度不是特别够 特别是像他的披杀 正手披杀的这一拍 能够看出来杀伤力 和林丹李宗伟比起来都要欠缺一些 这球还是掉对角 打重复落点 点失误 其实和陈金一样 由于在10年至11年 我们为了推广在国内 把羽毛球市场能够给搞起来 所以还是举办了羽毛球超级联赛 连续打进行了两年 上一年是一个预备的一年 在10年到11年是超级联赛 正式比赛的一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队员 国家队的主力队员 能力都多少受一点影响 像陈金和林丹这样的主力队员